這輪人民幣的貶值是中央暗底的貶值 因為它沒有打來打鼓變,但每天都在這裏變 這些都是阿爺核准的 現在一男子貨幣是沒有理由 一男子貨幣現在是升近的 所以它自己跌,擺明就不跟它自己說的遊戲規則 我覺得如果你這樣看法,A股會很弱 因為你的持倉成本太高 就變成了沒有什麼去刺激它 我覺得深港通最最後的服務就是 想逼A股進MFCI